我们民众大概要自我检测方式 大致上还是需要单眼单眼做检查 所以一定要先遮一只眼睛来确认说 测试眼是否真的有视力的影响 那它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 像比如说飞纹数量增加 飞纹数量跑出很多 或者说合并有一些闪光 会有一些量的一些频率出现 或者说有部分的地方被遮住 像窗帘的那种感觉 有些地方就被窗帘挡住 怎么转都看不太到 甚至比较严重的就是造成整个视力 整个视力都模糊掉了 那种就是一些视网膜玻璃的症状 可能要尽早做一些去专业的医师检查 现在大家健康医师比较抬头 或是说因为近视是国并 大家开始真的高度近视的状况很多 所以大家其实对这方面 大家接受度蛮高的 常常会很多 有些非纹症的人就会跑来做检查 因为非纹症数量增加 通常是最一开始的征兆 所以只要非纹症增加 通常来检查不会错 就至少确保没问题 那假设有问题 也比较可以早期的治疗跟追踪 所以昨天真的就是 1号� 3号치 3号 1号 600 2号 b